继续带来关心德意航空坠毁的相关消息 法国检方调查之后判定是副机长蓄意坠机 而最新的说法指出 这名28岁的副驾驶有忧郁倾向 曾经暂停授讯数个月 不过令大家压抑的是 他通过了所有的精神评估 判定是适合飞行 法国检察官罗宾在公布调查结果时称 驾驶舱的录音记录表明 坠机发生时机长并不在驾驶舱内 而是副机长在操控飞机 当时机长曾离开驾驶舱 并将飞机交给副机长鲁比斯来驾驶 而机长回来时却被副机长锁在门外 此时副机长按下飞机下降的按钮 开始浮中下降 驾驶舱称录音记录同时显示 机长曾用力撞门 但副驾驶拒绝回应 而录音中副机长的呼吸声 表明他当时身体状况正常 因此得出他仍为制造醉剂事故的结论 德国交通部长多布林特随后也表示 赞同法国检察官的调查结果 有资料显示 28岁的副机长鲁比斯 为德国人 2013年9月加入德裔航空公司 飞行记录为630小时 与他同在一个飞行员俱乐部的 其他机师表示 鲁比斯看上去很正常 故意制造飞机坠毁令人震惊 星期四 遇难者的亲友约250人 赶到坠机地点附近吊咽亲人 150名遇难者中有72名德国人 50名西班牙人 3名美国人 以及来自其他18个不同国家的乘客 新唐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百中千蚁比斯看上去